重磅消息啊 这个山东舰呢 再次前出这一道链 那么是台湾媒体 台湾防务部门 9月11号 说呢 讲进山头号航母编队 是整个编队啊 说呢 11号 清晨自台湾南端 河南比东南110公里处 穿巴扎海峡 进入西太平洋展开训练 这是山东舰 自今年4月7日进入西太以来 再次进入西太 应该是山东舰航母编队 第二次远海巨量 尤其是进入西太平洋 现在意义非常重大 咱们知道现在 辽宁舰和福建号 都准备这个进行海事 那这时候唯一能机动的 现在就只有山东舰 山东舰前出西太 其实咱们 咱们一会会 把这个地图打开 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中国非常明确 就保证未来这两艘 中国即将海事的航母 它这个海事区域的安全 包括对美军的一个 直接包围 山东舰前出一岛链 其实就对美军在 黄海整个舰队的包围 咱们知道 这个山东舰4月7号 携带航母编队 西出太平洋 之后呢 在太平洋训练 一直到当月的24号 山东舰共进行了舰载机起降 620加次 咱们说这个频度非常大 同时山东舰航母编队 已经出现在距离美国 关岛500公里左右的范围 这那次是抵近关岛 那这次咱们说也不排除 其实就是抵近关岛 现在关岛就变成一个人质 咱们解放军 这个国防部曾经 这个就前两天嘛 刚刚讲过 关岛的生死是在我手里 这就是个人质嘛 那这时候 你美军到底回不回王关岛 还是说继续在黄海 继续在黄海找事 现在这个据说呢 山东舰航母编队 在关岛附近500公里 其实就在他的航母打击 打击的这个半径范围内了 现在说已经完全将关岛 纳进了山东舰的 舰奶机歼15打击范围之内 这是山东舰首次 第一次关岛 两舰山东舰现在都完成这个 下一步就是福建号了 那这个对于中国在西泰 保存军事存在 包括保持这个军事反击能力 是有重要作用的 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个外部势力干涉台海 另外呢 台湾防部门说 11号5点40分 持续侦测到解放军空军各型战机 一共是13架次进入台海空域 其中11架次 飞越所谓太中线 台防部门说呢 解放军空军歼16战机 在越过所谓台海中线以后 一度沿中线 游北向南飞 变向延长 等待中线东侧 那活动时间 那就等于是什么呢 就是在中线东侧 要延长时间 解放军战机这次大规模临近台海 这必然是解放军对台独和外部势力勾结的一个震慑 这个勾结就是美军和加拿大军舰穿航台海 近半年以来 你想想这美国人为什么穿台海 其实就是给台独看的 那一定是台岛内的台独现在什么 是呼叫了是吧 呼叫美国人赶快穿台海 就这意思 实际就是台独和外部势力勾连 那你就勾连吧 那每一次勾连咱们就做一次 这个实战 你想想这如果做多了 哪一次咱们就成真了 是吧 就是台湾人最傻 这事你能干吗 这事一旦开启 你受不了 大陆解放军 巴不得呢 解放军现在就得要立功 你所有解放军战士现在想的 就是怎么立功 割你的头皮 外部势力与台湾之间的勾连日益猖獗 就连与俄罗斯现在打仗的乌克兰 居然还敢打台湾派 这是没想到的 有人说中国王芳去马里沃 有人说去马里沃 乌克兰让中国给解释 那别忘了 这个乌克兰国家交易乐团 现在就在台湾 你说这种挑衅 这是最直接的 咱们也没有要求乌克兰给解释 所以说外部 其实他受邀请 其实就是台独邀请的 所以很显然 王芳去这个马里沃 有人说他怎么去的 他是从俄罗斯过去的 俄罗斯看来给了通行证了 现在进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 乌东地区 现在是必须要从俄罗斯进 你在乌克兰进不去了 但是从俄罗斯这块 这个方向是可以进的 双方之间是没有边境 应该就是因为统一了 对吧 已经投票决定了 所以是完全可以进去的 这个时候就是你去俄罗斯 就可以进马里沃 但是可以说 这个对于西方来说 是个巨大的挑战 震撼 中方现在没有表态 其实这是民间的 你既然是用民间的打这种 打这种安排 那中国也当然啊 中国这是个人行为啊 估计是国家现在没有反对 那现在可以看到外部势力 勾连 连乌克兰都可以打台湾牌 猖及到什么地步 如果对这些势力不震慑 那咱们中国人的整个民族作业就没有了 实际中国近百年来啊 在争的是什么 争的就是民族作业啊 那争的包括你的科技 你的经济 实际争的就是民族作业啊 所以咱们中国人必须争这口气 对台都势力和美国外部势力勾连 再加上美国不断对台湾当局各种武器出口 甚至给台湾提供军事训练等等 是践踏了中国底线的 中国民族作业都已经受损了 这已经是严重的啊 咱们说侵害到中国国家利益了 那么美国在周边加紧军事部署啊 包括琉球在增兵 菲律宾也在增兵 各种的动荡啊 包括加拿大也在挑挑事 其实对中国的民族尊严在挑衅 那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啊 咱们现在当下应该是 我觉得啊 高层习主席应该做最坏打算 现在其实就在做最坏打算 就是我们确实希望和平统一 但是很显然外部势力并不希望和平 而且岛内的台独也要勾连外部势力 咱们随时做好什么应变准备了 就一旦有变 咱们就可以立刻行动 咱们海军航空兵现在 其实处于一个关键时期 就是辽念和福建号准备海事 对吧 那这个时候真正的航空母舰就只剩山东甲 非常忙啊 根据美国卫星的这个照片呢 确实山东舰啊 已经这个前出一岛链了 过巴海峡 这里边呢 美国卫星同时还把韩国和美国在黄海演戏也放上来了 咱们说 这个中美在西太阳方向的军事部署啊 在进入一个最后的相互牵制对峙状态中 就是军力部署已经是到位了啊 你看美军抵近黄海了啊 这也就是啊 他讲的嘛 要把山东的这个中国的啊 这个战略油啊 储备全打掉 那这就是这样了 而且要把这个啊 这个应该是上海周边啊 这个江浙一带的中国的工厂啊 全部打掉 不是打掉工厂 是打掉交通线 这是他这整个规划嘛 那这个现在已经啊 航母 他的这个啊 应该两极空舰 不是航母啊 抵近了嘛 啊 两军 其实中美两军在亚太部署啊 现在已经开始了啊 那咱们这个山东舰前出 就是为了应对这一手了 比如说美军方面在黄海演习 美军的位置是靠近黄海中部 你自己看地图啊 他是靠近黄海中部的 那蒋军演习呢 蒋军现在也快进去了 在黄海是靠近东海的位置 是靠黄海南边 什么意思 我给你包围上 给你把这口一扎啊 你看挺有意思啊 这等于什么 美军进了这个黄海出不来了 仔细看 他出不来了 就美军的参演部队 被中国解放军的演习给堵在黄海里边 那现在看呢 中国的山东舰再前出八十海峡 一岛链 那等于是 我在后边再给你围一个大口袋 那就是在二岛啊 二岛链关岛 关岛一旦被攻击以后 那基本上 这个地带的啊 能行动的这个航空军 就是中国解放军的山东舰 那就是没有支援了 那就是等于是长远半岛日军啊 包括琉球的美军 全部被什么 被围在这个大口袋里 事实上这个啊 咱们说美军目前呢 只透露他是黄海演习 具体位置他没有透露过 但是目前看呢 美军也不会说是啊 就是让你把他完全围在黄海啊 就了解他应该不是在这个啊 将军划定的演习区的里边 而是在这个中间线这啊 黄海东海这是贸易航道啊 非常密集 那解放军组织的演习啊 提前发布进行啊 消息 目前看解放军在黄海东海一带举行演习啊 这个目前看并不是针对美军啊 这个演习不是针对美军 因为在这个方向 解放军靠陆基的这个191就可以打掉 所以咱们这个黄海东海这次演习啊 还是针对台海 总的看还是针对台海 就是收台准备 然后呢 在这个方向进行啊 截断驻韩美军南下的这条通道 而不是去围黄海里边 黄海里边这帮鱼啊 其实都已经是这个没跑了 对吧 咱们可以看一下那个位置啊 他跑不了 真正的和美军对决的是在关岛 美军他有啊 有一定胜算是关岛以东 所以他现在在逐渐的吸引解放军这个啊 决战位置是在关岛以东啊 所以山东舰航母在西太平方向上啊 这个菲律宾海维持长头海部署啊 那就是突然出现在美军后方啊 果然这个效果啊 就是可以 这就是既可以威慑黄海的演习 又可以威慑关岛 这个效果是当然啊 是最好的 是吧 你看两头可以威慑 啊 菲律宾海是现阶段美国海军的传统的实力范围 注意 咱们这次出巴尔海下去的就是菲律宾海 那在岛链体出现之前 美国就通过殖民菲律宾的方式 在菲律宾海维持了较大规模的军事存在了 所以咱们解放军明白 这个菲律宾海向西威慑 这是琉球中国近海 向东啊 就威慑关岛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域 那在岛链被提出 美军提出岛链接下来以后 关岛流球 这个战略价值激增 那夹在中间这个菲律宾海就变成了一个 对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中转 这也是美国非常重视 那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重要的潜艇的活动地区 就是菲律宾海 所以现在既然是关岛和这个 琉球现在被解放军牢牢的把握住 那中间这个菲律宾海现在重要性就提高了 简单说就是它的核潜顶的发生阵地 如果华盛顿打算可能在台海爆发冲突的时候 或者南海爆发冲突的时候 让美海军派遣航母战斗群直接介入 那么菲律宾海就是美航母的重要阵地 注意因为这个地区有核潜顶可以在这个地区活动 那么菲律宾海既然是美军的阵地 那咱们也非常明白 我要讲 在这里它是背靠关岛对几方军台海南海同时可以发行攻击 你自己看 它隔了一个菲律宾 菲律宾的这些岛 但是在这个菲律宾海 它的飞机是可以直接攻击到南海的 那这也意味着山东舰战斗群在美军西太后方 就是菲律宾海维持常态化军事存在 那就是在整个美军一岛链活动里边就会明显受影响 那就是这个阵地不安全 比如说咱们4月份台海地区军演 那么几方军在叫联合力舰演习 那是针对这个蔡文窜访美的美国 山东舰就在菲律宾海 与美国航母尼米兹号战斗群展开隔空交锋 还记得吧 不光是有效阻止了美军队部署演习的整个的行程 而且山东舰还在之后抵进关岛 对吧 就实际是就是什么呢 是菲律宾海不安全 你关岛 就是你美国航母必须要回车关岛去救援 就是将一只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就牵制在关岛 这个方向 他就不能去菲律宾海 包括抵进台海 那可以可以说未来爆发军事冲突啊 解放军航母战斗群 绝不会贸然的越过台海 台岛的啊 就真打的时候咱们不会轻易的越过去 就进入到这个菲律宾海与美军航母战斗群 还关岛展开这种远洋的交锋 这对中国航母战斗群不利的 咱们一定是在什么呢 在打掉美国航母或者是夺取中宣之后 咱们才会派航母出去 咱们讲个吧 至少先把琉球平掉 把这个巴尔海峡这个支撑权 把他这个菲律宾的导弹打掉 但即便如此 山东舰在菲律宾海上收集相关海域情报 提升解放军 在这个区域打击美军西太其他军事目标的效果 这还是必须要重视的 在这个区域 中国真正的大规模的这个情报 包括信息的搜集 山东舰是不是可以完成 在解放军军力抵近关岛附近 600公里之前 咱们对关岛的侦察手段 现在还就只是侦察卫星注意 那真正咱们说能全面的侦察的 也就是山东舰 解放军卫星技术尽管已经相当先进 但对于整个安德森基地的观察 只限定在这个岛 相比于琉球群岛上 你使用这个电子侦察 加合成孔径雷达的复合侦察手段 那卫星侦察精度 可能还是不如刚才讲的一个复合侦察 这就显然不利于咱们未来可能实施的远程导弹打击了 那当然这个山东舰有能力伸入菲律宾海活动了 那航母它上面是有什么 是有舰带机的 这个基本上可以弥补警方军对关岛的侦察空白 综合来看呢 山东舰在西太平方向的活动 就像一个钉子 直接插进这个内部 就是虽然没法阻止美军在黄海演习 对吧 但是可以牵制一部分兵力 也足以对美西太整个方向战略部署产生一个直接影响 就它必须要回援啊 这个关岛 因为人家在这侦察你呢 就随时可以打 说完了美国啊 你看被一艘这个常规航母给牵制一艘核动机航母 它可以打了 在服以解放军日益增长的远距离的这个导弹 是吧 五角大楼势必要最后做决定回防 那不然他又面临被解放军在东海南海菲律宾海三个方向 那来分散你的海军能力 这三个海你怎么办 那很显然美军只能顾及他自己的最关键的官岛 他只能回防官岛 当美军真的这种被分散了 然后呢 做出这种调整的时候 解放军目击就达到了 就你当每当发现美军抵近黄海 抵近一岛链 抵近台海 抵近南海 你就会发现解放军航母前出 关岛 这时候就知道了 美军必须要回防了 所以他的兵力有限 那他必须要回撤 这时候他只能依靠什么 依靠他盟友在前面 他盟友现在能力不强 菲律宾 你看那F4是吧 没能力 没能力怎么办 他就只能干杯揍 干杯揍 所以美军现在就 疲于奔命 咱们山东线只要前出 进了飞船海 他就立刻得回去回防 咱们讲了 这个美国人现在也没有更好办法 只能增加航母数量 但是增加航母数量 咱们讲他在这 顶天也部署三艘 所以这三艘还不可能 现在至少现在还是不可能了 所以他现在一艘航母在这 这个基本上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和解放军周旋 未来中国是三艘航母 那这个能力 基本上就不具备了 就不具备在菲律宾海 包括东海 黄海 南海 同时跟中国展开 而解放军的导弹是 多海可以联动的 这种能力美军是不具备的 这种能力美军是不具备的 这种能力美军的 这个能力美军 这个能力美军 就不具备了 军人的 军人的 这种能力美军